新鴨区新疾國社經濟啦啦隊表現是相當優秀 常常是在到搖車演出 既然就要在11月10號全翁日本參加既空17年啦啦隊世界金表賽 當時也是台灣唯一一個代表來參賽團王 要求人的農委會副主委 當時也是加上會長的市議員在退資 最後就收集給小朋友為他們來打氣鼓勵 小朋友外地十九跳到啦啦隊的舞蹈 穿上電線後舞蹈的天分 這是新前國秀的競技啦啦隊 因為表演非常精彩 經常都有好玩的演出機會 這次準備21月10號全翁日本參加 2,000-17年啦啦隊世界金表賽 所以是期間也是加上會長的理推資 今天就特別前往相機為小朋友打氣鼓勵 今年我們要前進日本參加世界啦啦隊 這個世界錦標賽在日本高期來舉行 那即將在11月就要這個就要搭飛機出國比賽啦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來為我們的小朋友加油打氣 同時也希望他們這次比賽能夠平安順利 能夠再拿個冠軍回來 那希望而且這次全台灣只有我們一支隊伍喔 國小組就是我們代表台灣要前往日本來參加世界錦標賽 那這這樣的榮譽喔我也非常這個身為這個 希望把台灣的特色推展出去 那這些小朋友其實他們本身都沒有基礎 他們也都不是舞蹈班的 但是就是利用假日的時間 然後跟學校跟老師還有跟教練配合出來 辛苦的練習 那麼今年我們自我挑戰更高的格局 所以我們報名參加日本的世界國際級的啦啦隊比賽 那希望有給孩子不一樣的一個挑戰的機會 學朋友平衡時都利用學校的時間加進練習 但是希望在11月到日本參加比賽 可以得到好心者成為台灣志工 即將專案新城新鴉区才共報道